在董事的中美來到南道市的中興個秀 陶貴基本唱作好聲音的演技掛唱比賽 在小女兒的這集當中會有一個典現祖母的舞台 要請南道館勝負關懷協會的頂部 做個來跟口口來動怒 請跟祖孫仔大家互動 大家也做個多貴一個快樂的這集 陶貴就的風貴的表情也還有舞蹈的設計 下心充滿感情來典現到元氣的意見 讓這演技唱歌的比賽更加精彩 唱這個歌曲可以讓我們考驗我們的創意力 還有我們可以寫到很多單字 我覺得我們班跳得還不錯 就大家都有努力都有盡力的 每年好好來規矩到不一樣的主題 都在外面 讓中興國學學生都很期待 基本在的風業當時 搭配到營業教育的提供 也有小孩在小孩他們的做事當中 來創意典現 人家邀請到生活關懷協會的阿公阿嬤 到頂端了 關懷協會的劉理事長也熟識 他也是我們的交通志工 那後來我們兩個聊天起來 就是說其實阿公阿嬤也 他一直很支持 就是說老少能夠共學這樣子的活動 那我們也很支持 所以一直理事長的關懷據點的 阿公阿嬤呢 跟我們張西國小的小朋友 一直都有互動 感謝三福關懷協會這些長輩們 他們也來這裡表演給這些小朋友看 我想這個爺爺奶奶跟這個孫子之間的互動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阿公阿嬤 如果說人真有的孩子來加油 還等到活力的表演 跟關懷的力量帶一筆好痕 平常就有在跟老人家、兒童有做互動 這次藉著兒童節來回味我們老人家 差不多五、六十年了 沒有嘗試過兒童節 讓他們來這一次表演給小朋友看 小朋友他們這次 不錯用英語來帶動舞蹈 老婆到小朋友到庭 也很舒服 日子也很快樂 還看孩子 看孩子而已 表演 很舒服 大家來這裡 這裡來三五十五、家庭 來帶動一下 社會關懷協會 用心照顧到中間的健康意外 平常透過到高學校的合作 帶到阿公阿嬤跟一筆精軍 帶到小朋友的活動當中 來感受到這份償味心才會有快樂 今天你們先炒火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